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野心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 日前在一项美国海军实力评估的报告 未来向前中宣布了 雄心勃勃的海军扩编计划 计划将增加上百亿的美元预算 扩大海军舰队数 从原本的293艘到355艘 并部署更多无人自动驾驶的船舰 舰艇和战机 我们必须投资在游戏的技术 我们实际上有11个人 艾斯培表示 中国是美国头号安全威胁 印太地区则是美国军事的优先战区 后面项目包括更多 且较小型的水面船舰和潜舰 以及可选择载人无人 与自主航行的水面和水下舰艇 和舰载无人机 艾斯培指出 这项计划是为了让舰队 在高强度的冲突中生存 除了保有美国的力量之外 还能在很远的距离进行精准打击 目前飞弹巡防艰辛计划 已在无人反潜舰海猎号上进行测试 艾斯培扬言要打造致命性 生存力 军事力和执行分散式 作战能力都增强的船舰 来对抗日益升高的中国海上挑战 中央社综合报道